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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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劳民民 保此于用 四弟如今长大了 也要像大哥一样 好好读书 好吗 好 大哥为了有少一日施展抱负 必须日夜勾登斩卷 下围苦读 也为了能更好地抚养四弟你 所以我想 让四弟明天就开始跟着你读书识字 你就做四弟的启蒙老师吧 四弟 你愿意吗 读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我不怕 嫂嫂告诉我 没有父母的孩子更应该坚强独立 什么苦都不怕 取约 取而实习之不义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义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义君子乎 四弟读书还真自觉呢 都是你教导又慌了 四弟不愧为咱们寒家的后代 寒家世代文风后继有人了 嗯 嫂子 您今天怎么采了这么多菜 嫂子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大哥已被当朝重臣看重财学 简为取姬舍人 虽官职不大 但可要回长安赋任了 真的 我们要回东城长安了 是啊 而且咱们为父亲的守丧气已满 过两天就可以启程了 那我去帮嫂嫂打扫家园收拾行李 你一个人 嫂嫂 我都七岁了 我什么都会做的 嫂子 长安城好繁华呀 我们去外面玩玩吧 好啊 不过嫂子先要和你说件正经事 咱们已经到了这大长安城 有条件读书了 嫂子要送你入学 嫂嫂 读书要花很多钱的 放心 咱们家的所有积蓄基本够了 差的并不多 过不久你大哥就会领到俸禄 走 嫂嫂带你好好逛逛咱们即将在此求学的长安城 好 夫君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 我需要立即赶赴外地一趟 是公务 是的 好吧 你放心 家里我会照顾好的 四弟读书的钱我也准备好了 好 嫂嫂 潮安城真美 我一定在这里好好读书 将来长大也在这里功成名就 让嫂嫂一辈子都在这里过好日子 奇怪 在一条院里怎么会有小孩的哭声 夫君 你怎么夜里赶回 这孩子 这孩子 不是二哥的孩子沙尔朗吗 夫君 你告诉我 二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的孩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怕刚送走了父亲 你承受不了打击 况且家中有多变迁 就没告诉你 我此行是去为二哥奔丧的 什么 你是说二哥 过世了 二哥足于认上 临走前一定还得取学名老成 你你我五子 我寄给咱们 今后他就是咱们的孩子了 咱们就叫他老成吧 寒家自卑 从此就剩你我兄弟二人了 老成 虽然我才大你几岁 可我也是你的小叔叔 叫我小叔叔 嫂子 咱家居然有这么多脏衣服 不是咱家的 是很多人家的 什么 四弟 我怕你入学要拖延一些时日了 啊 嫂嫂我懂 没关系 有了老成 咱们家里的负担又重了一些 但是你放心 嫂嫂会尽快把钱赚回来的 嫂嫂去赚钱 嫂嫂替人家洗衣服吗 四弟 快来帮嫂嫂看看 嫂嫂选了很久 眼睛都晕了 嫂嫂 你在做什么 四弟 怎么你不太高兴吗 没 傻孩子 嫂嫂很快就能挣够钱了 正想给你取个学名呢 真的吗 我要有学名了 你看 你的掌兄慧 次兄界的名字 皆是人字做头 取义人群之首 你也一定要取个人字做头 并且字义也有深意的 可我在这词书上选了很久 怎么也挑不到一个特别满意的字眼 嫂嫂 你不用想了 我想到一个字 是什么 我想这玉字最符合嫂嫂心意了 玉字也是人字做头 含义为超越 我将来长大后 一定前超越古人 后无来者 立经世之志 绝不当雍龙之辈 对 这个玉字好 真好 我们的四弟就叫韩玉了 我已有读书根基 这难不倒我的 将来我就会更加有出息 让嫂嫂永远都像现在一样高兴 四弟 今天你终于入学了 汉家父辈子辈 均雕败凌落 你一定要学有所成 继承加风 嫂嫂放心 我一定会的 嫂嫂 这么晚了河边聊 回家来洗吧 就这月光 可以省下好多灯油呢 四弟可以放心读书了 雨每日刻苦攻读 七岁便善主闻 一语天出 每日读书笔记 少则百言 多则千言 只十二三岁 已便懒诸子百家 你家小叔可真有天赋 小小年纪就能闻善变 长大了准有大出血 谢谢 明天还跟咱们一块洗衣服吧 教教我们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一定不敢的 嫂嫂 我的一篇文章 今天得到了萧大人的赏识 你是说 做祸不郎中的萧存萧大人吗 是啊 萧大人可是有名的文人呢 不过 四弟可千万不能生娇气 越是有才华 越应该韬光养晦 勤恳内敛 哦 我知道了 嫂嫂 可掌兄 试图诡决 风云突变 兄离缠口 成命远迁 穷荒海鱼 妖恶百年 嫂嫂 我们为什么又要搬家呀 搬去哪里啊 你大哥事运不尽 被官场中案牵连 折遍到韶州 明早就要启程了 韶州 韶州是哪里啊 是海边 在很难很难的地方 什么 那里不是荒芜人烟的地方吗 娘 我不去那么可怕的地方 嫂嫂 那里是不是很艰苦 我们能在那里生活下去吗 娘子 四弟 我对不起你们 夫君 四弟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不管在哪里 我们都能生活好 对 老称别哭了 小叔叔会照顾你的 那里有很大很大的大海 夫君 此地如此是热 张气难耐 日日头晕目眩 叫我如何处理正事 夫君别急 咱们只是刚来 水土不服 相信适应一段时间 就会好的 我去给你倒杯水 快别提此地的水了 又苦又涩 简直爱 娘 我肚子疼 是不是吃得不习惯呢 娘 我想吃你原来做的菜 这 海边无甜 蔬菜稀少 只能咸鱼海物度日 咱们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嫂嫂 我 我想痛 这可怎么办好啊 小叔叔 我难受 娘怎么还不回来呀 娘去哪儿了 别急 娘一会儿就回来 给老程做好吃的 四弟快来 我请教了好多当地百姓 终于做出了这道海物 快来尝尝好吃嘛 嫂嫂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老程的 您就去照顾大哥吧 夫君 孩子们都说这鲜饭菜好吃呢 您怎么一口都没动啊 笑我一声正直清凉 却试图蒙冤 横遭恶劫 更起怜你和全家颠沛受苦 前途茫茫 那还有心思吃喝呀 夫君 不要往窄处想 你看我们生活已经开始改善了 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 就一定能生活好 你要相信自己 嫂子 四弟 咱们环境虽然艰苦 可你在此逆境 也不可放弃读书 知道吗 哦 绝不放弃 是 父君 你醒醒啊 我 恐怕不行了 而又样于嫂 丧其必依尽 这 夫君 按理 书嫂皆是无需受丧了呀 大哥 我明白 您是要把嫂嫂当母亲看的 嫂嫂百年后 我一定会为嫂嫂受丧一年 我明白 我一定承认其将四弟忽于成财 为寒家延续加封的责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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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故乡 又故在前 相互不归 气寻好天 归嫂之力化为衣满 水浮路走 丹流偏然 两次远途归乡送藏 送走了寒家两代顶良之主 今天天气还不错 四弟 咱们继续读书吧 好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亲民 再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得尽道矣 韩世家族 最有着险害的祖辈 和杰出的父辈 可到了这一代 早已亡故殆尽 七零八诺 寒家两代只剩你们两个孤苦伶仃的书职了 无伤有三胸 皆不幸早逝 成仙人后者 再苏为辱 再子为武 两世一生 兴丹影之 四弟 你可否明白草草的意思 哦 如实有效 当不负记忆 无实虽能记忆 已为之其言之备也 扶桑后 嫂子又带韩语 迁往江南宣州 以先父遗留的国产为生 春秋双路 渐静平凡 已向韩世之足考 约此韩世之门 使你由子 鬼话作作 希望四弟不要因家境败落 混酒而辍学业 继承韩家世代不绝家风的重大责任 都在你的肩上了 嫂子 你放心吧 我发誓一定要恢复先祖荣耀 为官造福民生 嫂子的话 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从此 韩语更加发愤读书 开始入室之路 几经坎坷 忠诚大贾 这位人格高尚 意志坚定的嫂子 为日后一代文宗的成长 起了绝对的奠基作用 篇中引用的是 既正夫人文 既十二郎文 在嫂子去世后 韩语守丧 禀记文语 蒙有未知 居我者须 在死而生 实为扫恩